哈囉刀青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植物大戰殭屍啦 哎那其實我們玩就是闖關模式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存錢然後來解鎖我們那個小遊戲哦 所以目前來說還沒有錢的時候 我們就只能繼續來玩這個闖關模式吧好不好 那我當然知道還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模式 但是我們需要錢啊各位 那我怎麼好像都覺得我好像把錢都拿去買一些 很強的植物來玩闖關模式哈哈哈 好沒關係我們繼續努力看一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哦 然後目的就是努力的給他存錢存起來 然後一直不斷的挑戰看一下能不能打出新的高度 那我們就看一下今天的挑戰會是什麼囉 las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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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那我們昨天的話是順利的聚集了這個 玉米加弄砲碼是還算是一個不錯的概念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西瓜我覺得玉米應該要再種 種一點點了 當然來幫我們就是緩注一下 應該會比較好那麼一咪咪 然後我們盡量就是西瓜都先 換成就是我們那個冰凍西瓜 然後中間部分的話就是放我們那個 放我們就是那個貓尾草這樣 持續的繼續做一波運作哦 好應該是ok 然後氣球殭屍的話 靠我們的貓尾草也是ok的哦 所以應該 應該是ok的這樣 ok 好那我們就繼續努力哦 反正現在我們有大隻的這個炮可以打哦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碰一波 碰一波 這真的很舒服啦好不好 這真的很舒服 這炸下去是真的很爽好不好 這真的很爽 然後目前來說 殭屍都可以被緩速住 那就是 不斷注意一下我們那個 堅果的那個血量這樣子哦 應該是ok的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就是 再用一次我們那個 雙堅果陣型好不好 雙堅果陣型來保護一下 應該也是不錯 好那目前來說我們的工作就是 貓尾草好不好 貓尾草給他 種一波大波的起來這樣 來了 底絲口殭屍 炸爆 那上面來了 底絲口殭屍 炸爆 我沒有我沒有炸到哎白癡 哇等一下 這邊是不是在亂嗨 我覺得這邊 我覺得應該要再用 第二排堅果 一排堅果好像比較穩定一點點哦 哇下面有一個地方已經沒堅果了 這邊要小心一點點的開炸 開炸開炸 小貓尾草繼續 玉米炸彈我記得他好像哎白癡 我炸到我自己那邊對不對 我在耍智障了 哇完了這超浪費 超浪費啊各位這個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不要那個啊 不要那個 不要那麼多臺玉米戰車會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這兩臺好像就還蠻夠用的 然後其他地方就是玉米這樣繼續下去 好像也不是不行 因為他這兩臺的話就可以 到處亂炸 就還蠻不錯的 哇但是手忙腳亂啊各位 我們要盡可能趕快再把那個 再把貓尾草再叫多汁一點點 開炸 我覺得就是把中間部分炸掉 然後讓貓尾草他們來做一波那個 就是打擊其他地方的那個敵人 這樣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戰法這樣子 然後盡量用緩速這邊控制 然後再放雙堅果陣型 好像頂好的 然後玉米炸彈開炸這樣 好像就還行哦 這戰法好像不錯哦 來的最後一波 就是炸中間部分不要讓他們就是太快進來 因為上上下部分的話都可以靠那個 靠那個西瓜跟芋 然後我們中間就是盡可能趕快 再用多一點這個貓尾草 可以耶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戰法 我覺得這是打蠻穩的哦 好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我們看一下哦 啊這邊有那個 會偷 會偷的殭屍哇 這麻煩 他如果直接把玉米 偷掉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也不知道哎 他如果把玉米偷掉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會會蠻慘的哦 好沒關係我們這邊 太陽花就換這個然後 哇偷掉了這個 因為我也沒地方可以種我們那個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都種好種滿了 如果 要拔掉的話要把那個 彈飛的那個拔掉的話 好像挺麻煩的 雖然讓他偷好了讓他偷 但如果他偷到我們玉米大車怎麼辦 我真的是 傻眼好不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哦 然後這邊放南瓜 因為玉米大車我們基本上應該已經有 還是我們可以用玉米大車來炸他們呢 應該是可以用玉米大車來炸哦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那我們就 把一臺留著好了 反正初期部分的話 他應該是不會那麼快出現這樣 我們這邊全部都 保險一下保護一下我們貓尾草 因為到後期真的你要打那個大江的話 我覺得 貓尾草 是非常非常重點的角色 絕對絕對重點 先轟個幾炮好了 哦你看這個真的很爽 咻 碰 就像是你拿櫻桃炸彈一樣嗎 那種概念好爽 就希望他不要偷偷偷到我們那個啦好不好 他不要偷到 不要偷到我們的那個 爆米花車都好 哎他偷到我們爆米花車我們就完蛋 橄欖球哥來了 還炸了哦 還炸了哦 不是他應該 那個抓抓交那個抓人的殭屍 他應該怎樣你知道嗎 他應該要那個才對啊 他應該要 要抓的是南瓜才對啊 他怎麼會抓到我們的植物呢 這真的是 很誇張哎 他如果能夠南瓜如果能夠代替被抓 那我跟你講南瓜絕對 絕對變超猛的植物 世界猛那種感覺 先把東西炸爛 可以哦 然後第一波那個麻煩的東西要來了 看一下 你們要開偷 啊偷這兩個送他們送他們 給你給你偷給你偷我沒差哈哈 我是真的沒差啊 給你偷哦 可是我們可以在那之前把他炸掉啊 是沒問題的好不好 可以在那之前把他炸掉是沒問題 我們先把中間部分炸掉 中間這個水區 炸掉之後讓那個 貓尾草他們可以好好的做一波 那個後勤輸出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 貓尾草們加油啊 哇哦你是你是我們的希望啊 先把中間部分炸掉 那個水區就不會 那麼麻煩了 那水區不麻煩之後的話 我們那個貓尾草就可以爽爽射這樣 衝炸 衝炸 哇 玉米炮真的是 蠻爽的哦 這真的蠻爽的 而且到時候我們再把那個櫻桃炸彈耐心弄出來 應該也是會很爽 這樣就等於有很多那個可以炸 我們把這邊後面也放那個 貓尾草好了 中間部分的地方 我們就都種攻擊型植物了好不好 我們就都種種攻擊型植物了 就全部拿來當那個 當我們那個 中中間補給部隊 然後其他地方種這個雙頭花 這樣潛潛應該也會蠻足夠的了好不好 這是不錯哦 我是說認真的哦 感覺ok哦 哦 太厲害了吧 有了這個玉米加龍炮整個世界大不同 你看前面堅果都還沒被弄爆哦 很舒服很舒服 看一下他們這一次又會偷誰 我先炸一下這邊 好然後拔掉那個玉米跟堅果補上好 沒事 然後炸中間 沒關係他偷爛沒關係 我們到時候再把那個弄回來 可以可以因為他他偷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炸一個比較重要區塊的 像那個貓尾草他們剛剛要偷 那就比較不能讓他偷哦 但是我覺得ok 行行行好不好 玉米加龍炮 好那我們這一次整個世界大不同哦 然後 聚江來了但是不是紅眼殭屍哦 所以紅眼殭屍跟聚江好像是不一樣 不過沒關係 我們下一次就是明天我們再看一下 究竟能不能順利把他們給弄爆 我覺得這一次有玉米加龍炮真的是太猛了 我覺得兩量就差不多足夠了 兩量就差不多足夠了 那大家還有一些什麼比較推薦的植物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那我們就下一次再來看一下 能不能順利通關我們的關卡囉 那我是曲平台見露大家 掰掰 有孔融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